大家好,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萬通國際投股顧問,魏明玉衛老師,老師好 柴瑩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本週就是美國的財報週,他們的表現都優於預期 所以四大指數又創新高 在台股的部分,投資人可以來怎麼樣注意呢? 我想以在這個禮拜 畢竟是美股的超級財報週 根據陸陸續續公佈的這些 實際上他們公司的財報來講 到目前為止大概已經快接近8成的 實際上表現都是優於華爾街這個預期 大概接近8成的優於預期 加上以最近這個波段 不管是說除了財報的利多以外 包括我想在近期 除了這個聯準會 他的貨幣政策已經轉為一個叫鴿派 那相對就是說針對 以在這個階段點我想在去年 不管是全球股市 美股連動到台股 迅速的一個拉回這個元凶 所謂的這個中美貿易大戰 我想就是說 在最近的這個美中的貿易談判 都已經趨移相對一個樂觀 那等於說 針對這個美股四大指數 在近期的一個表現狀況 都是相相不錯 是 積極乎乎都已經把去年失去 就中美貿易大戰這個引動 這一段沙盤 都已經迅速來做到收穫 那我想以近期來講 既然就是說 美股四大指數在近期的表現 實際上狀況 我想除了道瓊工業指數 還沒有去做到完全收穫以外 那其他三大指數 不管是說像科技類的nextap指數 包括像廢城半導體 這個SMP500 已經全面性不僅僅全面性收穫 它還是做到持續性的改寫 這個歷史性高 那當然話就是說 畢竟以台股的部分 是跟這個美國 這個nextap指數 科技類股的相關系數連動性最高 這個連動系數大概 快接近9成的一個連動 那畢竟 nextap指數都還在做創歷史新高 這個當下 那當然的話 對一個台股的一個實際上 表現的一個狀況 都會有一個很直接的一個益助 那畢竟我想以在這個波段 台股的部分我想在短線上 從這個1月4號當時 這個9319點一路漲 漲到上個禮拜四創高 到這個11,077點 我想這段期間 整整台股也漲了1,700多點 那1,700多點 畢竟從上個禮拜四到今天為止 這個台股大盤 它形成比較高檔震盪 那這個高檔震盪 尤其說 我們以在目前這個計算點 純粹是屬於一個 叫個股表現的一個時間點 那變成說我們在 針對目前這個台股 台股大盤 在做個創高之後的一個高檔震盪 例如說 我們也提示給我們說觀眾朋友們 很簡單的兩個策略 我想這兩個操作策略面 一個重點 第一個策略 希望各位 針對一些已經漲多的一些個股 尤其在近期已經累積很大一段漲幅 不管是說像5G 像這個印刷電路板 散熱模組 甚至包括像光學鏡頭的這個股 漲多的標的 請各位 先高檔先賣一趟 高檔先賣 賣出去 產生你先知情賣的一個動作 先賣 後續等壓回之後 又產生買點 後續再買 我想這樣子 你遲遲少少可以避開 這段迅速拉回修正的這個風險 第二個策略面的重點 我們當然希望各位 台股畢竟到目前為止 多頭的一個架構 有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我想沒有去做任何改變 所以說我想進行 你雖然大盤已經漲多 那問題我們也不建議各位 你做個反向的一個 捲空的一個動作 還不要空 畢竟就是說 多頭的一個架構 還沒有做改變 那大家的話 我們就簡單提示給各位 這兩個策略面的重點 希望各位還是要去做到 順勢而為的一個操作 那畢竟一些漲多個股 你高檔先賣 先賣再買 你會賺更多 那相對你都還可以來特別 針對一些個股 已經經過整理之後 經過整理之後 他又產生相關 買點訊號的一些個股 你來往這些個股來做到這樣移動 畢竟我們建議各位 操作你無論如何要簡單化 那至於什麼樣的簡單化 就是說你全面性根據訊號 我們來採一個叫紀律性的一個價差操作 買點產生我們做賣 賣點產生 我們就執行賣了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們再看一下線圖部分 包括以美股這四大指數 各位你可以看得清楚 像左上角這個道雄工業指數 上一個波段 在去年這個中美貿易大戰 快速做一個拉回一個後續 一拉回拉回五六千點 等於說在近期的這一趟的一個掌聲 我想也激起呼呼 差兩百多點 往這個百分比不到兩趴 差了 就說兩百多點 就即將又要來改寫這個歷史新高 那另外包括像右上角 像科技類股 打指數 我想在前天 他已經改寫一下這個歷史新高 甚至包括像廢城半導體 我想廢城半導體 就是說 以這個波段包括 像我們在上個禮拜跟各位分享 像蘋果跟高通的一個 達成這個和解 那當然也造就這個廢城半導體 在近期積極呼呼 每一天都在創立時新高 連續性的創高 那S&P500當然的話到目前為止 他的收盤價也已經創高 那等於說 他只以微虎 不到一趴的一個漲幅 就能夠去做這樣持續性的一個攻高 我想美股都還在即將做一個創高 那當然的話 引動回我們台股的部分 絕對都還是受到這個美股的連動 那當然我想以信息 像這個大盤的部分 這段期間一漲已經漲了1756點 那當然的話 這個短線上漲1700多點 當然說一定是漲多了 那問題說 高檔就是說在創高 上個禮拜是創高11077的後續 經過一個禮拜 量縮 再做一個高檔震盪 那當然的話 這個盤持續性後續 高檔震盪完之後 都還會往去年的這個高點 11270點 來做一個實現一個挺進 跟創高 那畢竟我們在進行 提示給各位 兩個策略 先賣再買 你會賺更多 第二個策略就是說 還不到這個卷空的時間點 那多頭盤的一個標準操作動作叫什麼 拉回找買點 那現階段還不要去做卷空 我們就舉一些例子 給各位做分享 包括我想像這個光學鏡頭 像這個散熱模組 甚至5G 這個相關印刷電路板的一些個股 高檔產生賣訊 像3406玉金光 賣點在477塊半 賣點一產生你要去執行先賣 那近代他拉回 又產生賣點 我們再做買進 那我想這一趟拉回 一拉回短短不到一個禮拜 拉回60幾塊錢 這相相大的一個修正 另外包括像這個散熱模組 像這個3483 像這個力士的部分一樣 賣訊一產生你無論如何先執行賣 先賣高檔先賣 後續修正拉回又產生賣點 你再買回 我想短線上短短不到一個禮拜拉回 快接近30% 這個股度相像是大 無論如何請各位高檔先執行賣 那另外就是說針對一些個股 從4月11號當然的話就是說 這個融券又開放這個 開始可以來做融券以來 那畢竟這個盤 多頭沒有去做改變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們 短線上看他已經漲很多 越漲看他越不順眼 那變成說 從4月11號到今天到昨天 融券以而已經增加了 高達30萬張之多 那當然的話融券一直增加 那後續都還會比較 軋空的一個行情 那等於說我們就列舉 把這個3227這個像原項 你在從4月11號開始 一路空 到現在已經被軋了20% 然後這5469的像漢尼柏 一軋軋了會接近30%之多 那你要去相對可以空一些個股 無論如何產生賣訊你才可以空 那畢竟我們的操作很簡單 我們就看下一張 就是說以太塑的部分 一樣是散熱模組的 買點需要產生我們就做買 賣點產生我們就做賣 我們的操作是很簡單的一個紀律性的 一個價差的一個操作 有買有賣這第一趟 那下一張就是 第二趟在4月12號要產生賣點 我們再做買 後續到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又產生賣訊 我們就先做賣的一個動作 那高檔你要記得會賣 賣完之後 做修正拉回 你再靜待下一趟買點產生 你來做買進 那畢竟我想這些個股 高檔已經漲多了一些標的 你可以來執行這個叫先賣後買 那當然的話 針對一些已經經過整理 修正完成的一些個股 買訊產生依然可以來做買進 包括像2439美律 甚至包括像1597的這個值得 買點需要一產生 馬上做個急拉 那針對這些相關這些 買賣點這個訊號 我想我們都會在盤中 Light at會給各位做到上 直接分享 那當然的話也建議各位 都可以直接加入我們 Light at好行列 掌握住這些相關這些個股 和一個第一時間的一個賣動 感謝魏老師精采的分析 如果想知道更多選股策略 及盤中最新消息的話 一定要加入魏老師的Light at 也持續收看財經點事 下次見掰掰